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的内容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 连韩国人都不知道的韩国贫民区 九龙村 我真的问10个韩国人 可能只有2个才知道 看回地图 红色范围就是富人区江南 而九龙村贫民区就在江南的入面 而将贫民区和富人分开就只有一条马路 过着这个马路你就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公寓、学校 一些很高的建筑物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九龙村贫民区呢? 讲回1988年韩国要搞奥运会 政府想整个市容都很整洁 都算是一个大的场地 将当时住在那里的人赶走 就不让他们住在那里 那88年的韩国其实还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 很多人都是活在这个水深火热之中 被赶走的市民只可以再另外找一个新的家 赶走的一部分人就找到位置在开普洞的这一块地 一开始只是暂住 但谁知道一住就住了三十多年 同意慢慢变成一个村落 那我其实是很好奇 究竟那里的居民是怎么生活的呢? 韩国很冷的嘛 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亲身去了解 不过那条片是我很久之前拍的 所以发现会有点不同 九龙村 有巴士站的 其中一个入口 因为我们在房间的开始就在房间朝鞋 我相信在房间装有没有 所以这个都已经在房间通光 digo你没有在房间 从 ground上尖叫做市民的 他不是在房間装家 我一定有没有在房间的这种 我没在房间里就跑了 但是今天需要凌乡 只能是家装家吗? 捨不得可以贏入 狗会阻入 海外地的地方 海外地从来居住 30年过去 首位上至少酒店 什么钱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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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人家里有灵味的一切 我会掉一车了 所以你把灵厝区後 我是很小心 我肯定不停 我的身体患了 我们的病院座上了 有病名的病男的病院 妻子后受病了 咱要再生一下 所以我就是我去做了 我不做了 我 Estoy在家裡 我在家里的老公是 所以我不是生命 他人生命不完全休息 我就是您家 这里是家里面 Soc偵挖一次 我觉得我已冒时做的 这是它应该无法找要来的 现在吃了把牛肉切裁 但是已经 plag了 给病变化 要既然下去生肥膚 把于 还有把他给扦 这里面有些人 冲一冲和白分 对您有时平时跟官一堆生重来bars 抹 turb Ma这一扇子 ora字都退了几十年四十年代 最表参专武力�� earthquake 我把年底划临 red 我是年氣做得 zor 我只是终于养的地方 我平年代的化了 我毅龐大一起去买满年代的 他们暴力不能ches 鹜 vive哪ede 我生的是有名摇 我并 Mayor三姿 谁不太行 病生aupt情况 料的时候我准备 我面得少想不到 我要用的 它去��를去 那我又要去 都要買了 好免得 要去的 都不用 我不是 我每天都都要 我毫不跟 ¡ 我都貼文 我都不願意 我都要 我都要 我都不想 我都要 我都不想 我都需要 我都不想 我都� 我都能 我都要 合作的 空间 原来不是 有些栽兵用锅 在都和栽兵产 他没得罪 我也 değil sarà 来 去 去 如果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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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ing 来 这些人会继续回来 这是现在的现实 这些人会继续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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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人都像我们的国民 我们的人都会继续回来 无视 心疲惫 我去九龙村之前和之后 我的想法有很大的不同 但同时也很白金交集 政府就说 地开发了之后 我们可以提供你们住更好的地方 但是你们自己被租 达村民就说 我没钱啊 怎么可以租啊 除非你们赔偿我们 本身韩国这种地区再开发计划 那些房子建好的话 是会提供那里住的居民 一些单位的 但是前提是 他们必须是 那间屋 那个地的拥有者 而九龙村的村民 虽然在那里住了三十几年 但是他们不是土地持有人 他们都知道主人们是会回来的 所以其实这个开发问题 是说了很久的了 说了应该十几年了 但是到现在 都没有一个答案可以怎么做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答不了的 不懂回答 但是我会很认同村民说的那句 现在韩国的贫富悬殊 差距是真的越来越大 贫富悬殊 美国是第一劲 韩国是第二劲 资料就说 收入居前的10%的 韩国人平均支柴 平均105万欧陆 这一群人是控制了 整个韩国近乎六成的财富 而韩国最富的1%人 他们的总收入是 占了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 为什么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呢 其实我觉得 真的赢在气泡点上的 有钱人一出生就在一个 什么都有资源非常充足的环境 你的选择自然就多过贫困家庭 很多很多 如果这个极端一点 贫困国家 其实连书都没得读 根本他们没有机会获得知识 所以一开始有钱人得到的 都是优势 但其实我都同意一个说话 叫做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如果你撇除了这些先天因素的话 贫其实都可能是自己问题的 说不是小朋友 说是一个已经成年人 我觉得人是要努力 努力是很重要的 好了你要说回村民 他从年轻到现在老了 他还是很努力工作 但是因为他现在身体不好了 他有病 所以他想做都做不到 但是这个 你可不可以说他不努力呢 可以怪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2021年 努力根本是一个基本 大家可能都感觉到 就算你在努力 都未必有用 如果你努力在一些不对的地方 在一条不对的路上 其实是没用的 我觉得现在整个世界 整个社会实在变化得太快 不知道大家最近最经常听到的 是一些什么的单词 在我其实我就经常听到 NFT 加密货币 AI 虚拟世界 我身边是越来越多人说这些 一幅网上的话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任何人都可以下载 但可能值几百万几千万 而有些人已经开始在虚拟世界买地 现在开始慢慢变成 虚拟世界里面的东西 是值钱的 但是究竟 现在我们有多少个人 在了解这件事 就是我们啦 我是90后啦 我一出生的时候 就会有互联网上网 所以Internet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东西 但是你回想一下我们的爸爸妈妈 他们可能是经历过亲不手写信的年代 他们要去游谷寄信 当时的他们都会觉得 Internet是一个不可自信 甚至乎是 可能是不是骗人的 但是的而且确 现在完全根本我们就是网络世界 我们一定是电脑手机不离手 而见到我们的父母 他们都很努力去学习 怎样上网 怎样用email 见到他们是由旧世界 过来新世界的 所以其实我们都可能会很快进入一个虚拟世界 其实现在我觉得都是半进入 只是我们现在碰的东西 全部都是现实 但是之后我们所有碰的东西 就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但如果我们这一刻还停留在这里 我们不去接触新的东西 可能日后急速的世界就会把我淘汰 到时我可能真的连生存也成为问题 我觉得妇人和穷人最大的不平等 其实就是教育不公平 刚才也说了 妇人一开始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更多的机会学到更多的知识 而我觉得教育其实是会一代影响一代的 小孩接受的家庭教育 其实是会很影响到他未来的选择 本身父母不知道现在的趋势是怎样 之后虚拟世界是大小的话 但父母没有灌输这一类的知识 而子女本身又不知道 在哪里获取这些资讯的时候 这样就会完全影响他做的决定 所以韩国其实有很多学生们 大家都知道他们会放了之后 上很多补习版的 就是因为他们要填补这一种不足 Anyway 现在韩国的贫富越殊 真的只会越来越严重 在韩国其实是真的赢不到有钱人的 每一个韩国的年轻人都是这样说 他们地狱朝鲜 要躺平 全抛世代 比起做实业 其实现在基本上是要做IT女的 或者是你要学 你要懂IT的东西 你这些技术 你在韩国都可能只开到一家不错的公司 而到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被大财团收购 那你可能赚到一笔很不错的钱 但是如果你是艺术家 你不肯屈服这些大财团的旗系的话 没问题 那大财团就会弄一间一模一样的公司 搞死你 但是你也没办法 因为大财团是垄断了整个韩国的嘛 所以其实在韩国生活 你好像以为自己有很多选择 你可能看到有很多即食面不同的牌子 但其实他们都是来自那三四个品牌 我们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来自那几个大财团 今天这条片其实都苦恼了很久 可以怎样呈现给大家看 因为这个始终是社会议题来的嘛 那其实我的片子 一向都比较少做社会议题 多数都是在学校玩下去玩的 我是三陪KOL嘛 陪分陪食陪去厕所 那始终这个是现在韩国的现况 那给大家看一下都好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不需要那么严肃的 我们的未来是很美好的 然后明天更美好 因为明天有心肝爱你 好啦 明天记得不要错过了 我们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炦忍